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全日總結 這個環節由Stanley 還有我們的嘉賓Stanley 你好 首先跟大家看看中港兩地股市的收市表現 內地股市反覆下穩 上升指數連升三日 修復了2600點關口 而護心兩市成交合計增加至3129億元人民幣 上升指數今早高開4點後反覆向上 不過未斷升幅略為收窄 收市報2601點升10點 深淨成節亦反覆下穩 全日收市報7595點升21點 而護心300指數報3184點升25點 而創業版指數未升不足1點 報在1265點 至於香港股市方面 恒指全日收報27569點 升448點 而國企指數升182點 報10873點 而大股市成交今晚全日是1064億多 接著跟Stanley說回大股市情況 看到今天恒指走勢就非常之凌厲 高開之後就升幅不斷擴大 而且都做到價量柴升 我看到成交額都過了1000億 而且大股市都升了不少 不過Stanley又臨近新年假期 是不是大家都建議吃花生算了 不要做一些太進取的部署呢 吃花生這個形容詞都挺對的 因為 其實是呀 我可以解讀一下 解釋一下 今天的大市 為甚麼可以有這麼好的表現 第一就是騰訊 騰訊有些比較是正面的消息 都令到它今天的股價都可以說是大升 其次就是因為在內地方面 實施第二階段的一個叫做幹準 還有一些政策 似乎都是在銀行方面 有些我們說是CBS 都令到可能 可能在某程度上都增加了市場的流動性 沒錯 所以都令到港股今天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不過其實你說 第一是我們說農曆新年之前的時間 都還有很多的因素 是會令到可能對於市場的氣氛 有一定的影響 特別就是你說真的下星期一個重頭戲 就是這個中美貿易的談判 是呀 會 因為始終其實現在那個 我想大家現在對於這個談判 應該都未必要太寄予一個厚望 因為你看看近日一些的我們有一些風聲 都似乎好像 都好像感覺上就是說 可能大家有很多的分歧 都還未能夠說是搞決得到的 所以就看看下星期出來 最終那個結果是怎樣的 但是如果假設真的沒有太多一些的 我們說比較相對比較正面的情況的時間 但是大市不排除 因為會這樣借小一些的調整 特別就是你港股 其實你說起這一輪的時間 其實那個 我們累積的那個升幅都不是小的 所以如果假設沒有太多正面的消息的時候 都真的可能大市有機會會掉頭向下 都真是不奇怪 其次都是留意外圍的情況 雖然你說我們說那個港股 其實某程度上 A股是做好 有多我們說一些比較寬鬆的措施 對於那個港股 A股也好 港股也好 是有利的 但是問題是似乎外圍的變數還是很多 還有因為這一輪的大市 升上去也好 似乎有沒有一些 我們說比較實質性一些 叫我們說基本面的一些的支持 都真是不算特別多 所以這一下的上升我都是比較擔心 就是說可能比較上去短暫一點 反而如果假設外圍方面有些比較大的波動 特別是不要忘記 好像你說英國脫歐的情況 我們說美國政府停擺 以至到可能你說公司業績的因素 都會影響到外面的投資的氣氛 所以雖然港股今個星期 真的可以說是相當之 那邊是相當之理想 但是都沒有太過掉以輕心 還有變成這個大市現在這一刻來計的話 我相信你說他們再上升動力 那個空間真的不是太過多了 當你迫回27,800 28,000點這位置左右 我覺得那個阻力會相對比較大 所以現階段來計 大家如果你說真的本身是 潮幅比較多的話 那進到這些水平的時候 我會建議大家可能可以分住減一減榜 所以都建議大番 逢高都可能逐步減遲下下 穩陣一點 然後就想和Stanley說一隻騰訊 都是今天的星市功臣之一 看到騰訊都有一個正面消息出來了 就是終於有兩款遊戲獲得審批 而這兩款遊戲都跟中國傳統的建築 和技藝有關 雖然有些分析說 其實這兩款遊戲對騰訊的收入 就未必帶來太多的幫助 收入就有限了 但起碼都給了一個正面信號 大家都可以消除了市場的意淚 而且都看到監管風險好像舒緩了 遊戲收入的前景又好像在改善 相信對股價都會有一定的支持 普遍大行看騰訊的目標價 都是可能370多至380多這個水位 Stanley 你看有多少 我想都可以由解釋一下 今天的股價為何可以有這麼好的表現 因為我想有兩個的情況 第一就是好像你剛才提到的 就是本身有些遊戲終於獲得這個審批 因為之前大家是很害怕 它很多它和這個網也是 怕它很多的 沒錯 之後有三輪都是不輪到它 大家會擔心就是說 可能是否因為一些政策的因素 令到它們的遊戲 可能不獲得一些的審批 你說現在有些遊戲是獲得審批的話 都令到市場是鬆一口氣的 其次就是你看到它們的審批數目的進程 其實是加快了的 就是兩個因素都令到你說 大家對於騰訊的前景的看法 變得比較上又樂觀一點 所以按道理 你說今天它有一個反彈 那是合理的 不過問題是說 看回那兩隻遊戲本身 真的你看到它們不論下載的數目也好 甚至乎那個 我們說能不能夠將它成功地 商業化收錢 應該就有些難度了 有另一隻叫做和原味世界合作的遊戲 這個又令大家有些憧憬 但問題是說 如果這個假設在回答後的時間 一陣子都還沒有一些 我們說的那個Puggy 就是絕地球生這類的遊戲 能夠商業化 都沒有消息的時候 反而電話轉對於騰訊的股價 是有一定的壓力 所以就可能要再觀望 你接下來一段的時間 有沒有一些比較新 比較大型的遊戲 主打型遊戲 能夠商業化這個進度 看看到時出現了什麼情況 不過你說它就 你只要說騰訊作業的時間已經過了 因為始終大家之前很擔心 它的擔心是不學批的 或者是怕我們的審批是停了的 現在逐步逐步令大家對騰訊的看法 比較擔心的事情慢慢舒緩了 問題是之後怎樣能夠 將遊戲商業化 還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說一些小程序 微信商業化的發展方面 看看往後的情況是怎樣做的 所以按道理沒有的 有課就先拿出去 比如說大安看三百七十多元 我自己看法比較樂觀 不過大前提就是說 遊戲的審批是會繼續下去 還有其他的業務 例如雲、小程序的發展方面 依然有一些比較好的表現 如果真的有一些 做得是合乎大家的預期的話 我還是先看暫時 四百元這個位置 但是審批的速度 是不是可以說 或者那個量 是不是比大家想像之中多呢 現在去到第四批 可以逐批 其實數目都加了 Stanley 好嗎 我覺得你會不會再加快 甚至乎會不會審批 會不會再快一點 會不會再多一點 我覺得機會存在 因為如果以之前的那個 市場上 之前還沒提及到 可能有七千多個遊戲 是等於審批的 如果按照道理 有很多遊戲 因為是指派的遊戲 那些應該不會被惡審批的 但是如果我們說 有些說法就是 今年年來的時間 可能那個批文大概是三千個左右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變相就是每一個月的時間 大概會批250個遊戲左右的水平 你這樣算 其實你一個月批250個 就是如果你每次按三輪的話 就是每一次批大概80多隻 所以變成是有數得計的 還有我覺得 如果你以這個步驟去看的話 按正常情況之下 應該那些驚訝不排得太厚 應該很快會有一些消息 我做錯誤出來的 是的 最害怕就是說 因為有一些尷尬的位置 就是說你不知道 究竟它排隊排的幾樣 所以這下都是要重要不對 不斷去叫作等待 所以對於騰訊的股價 暫時升到上這些位置 可能有私人有機會先做一整股 但是你隨後發展的話 都是樂觀的 好 講完騰訊之後 又跟Stanley 說一下浪人股 剛才你說大肆的時候 你也提到 就說內地有些政策 是給這個浪人股的 我也簡單講解一下 就是人行昨天宣佈了創設CBS 甚麼CBS呢 就是央行票據互換工具 就是令到那些銀行 可能在發行永續債的時候 可以有多些的流動性去支持 這個消息也刺激了那些浪人股大勝 但是我們經常都說的 在那些浪人股有很多國家任務在 例如小微企 民企等等 這次沒錯 多了一個渠道去提供 資管也吸引多些人去買這些永續債 但是是不是一個好事呢 逆向CBS 是不是其實他們接下來還要再泵多水 可能來更加多國家任務給他們 我想這個情況 對於那個流動性 次序的流動性 是有一定的幫助 因為某程度上你說 我們說一些銀行 可以用永續債 可以跟央行一些的票據支援 面相之下 其實對於那個流動性 是有一個正面的幫助 不過你說能不能夠說 現在我們說放多點水 要出街 這個就很視乎 就是供需的情況 因為現在的情況就是 即使你說真的 可能銀行本身是有一定的資金也好 其實它未必是願意借出去 因為都面對著比較可能 大家覺得經濟上去看的話 未必說太有一個比較大的衝勁 其實對於一些 我們說中小微期來計的話 也都可能就在經濟狀況 不太樂觀 就不敢太過盡水去借貸 所以這個是相互生成的一個情況 但是如果現在好像以當前的情況去看的話 因為你會看到的 出世就是說 我們那個利率其實現在是落了去的 這裏都對於你說 本身可能那個 就是可能你都跌下去的時間 變相也都可以說 會刺激到很多人 可能有機會會 就是願意去借錢這樣 是否成本低了一些 是的 沒錯 所以按照你的話 都對於銀行都是比較正面的 不過就 轉對那句 就是這些背後 就可能對於銀行的 不良貸款那樣東西 或者資產質素方面 有一定的影響 所以雖然你看下去 這個政策都是比較正面 不過 我自己本身對於落人股的看法 都還是有一些保留 是的 我知道Stanley一向都是偏淡的 是的 沒錯 所以初步看的話 都不建議大家 這些位置再去追貨 但是見到招行公布了那些業績 之前都為落人股 揭開了一個序幕 是的 見到都不算太差 多賺 上年多賺的成本 而且不良貸款都下降了 會不會幫你還沒到一些信心 招行本身一向來 他們的業務的發展 相對來說是比較好的那一隻 你叫他增長的話 都是比較標籤的那一隻 但是當然你都這樣說 他本身做了一些 叫做Fill it this up 那個業務比較多一些 但是假設那個經濟 是真的可能你說 我們說比較專業一點的話 其實那個資產質素 有機會都會惡化的 所以他雖然感覺上 是比較好一些的 相比其他那些 這隻股價的前景方面 會比較好一些 但是你說可以選的話 暫時都是再等等先 好 麻煩你Stanley 見到落人股 今天都是跟隨著大市有得升 跟隨著消息也有得升 見到建行 中行 農行 公行 都分別升1% 甚至2%以上 好 麻煩你Stanley 你的詳盡分析 這一節我們可能會先談到這裡 先跟你申報 剛才我們提過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 有 這個是騰訊的 好 麻煩你Stanley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